玉琳哥 我後來發現 你現在還死不戒煙 是不是就是為了要避掉 跟佩真發生關係 對 他用煙霧擋住佩真 然後他就一說 我真的煙量太大已經沒辦法 然後佩真他就也無話可說了 因為抽煙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之一 真的就跟性有關 我們常講是後煙嘛 那我經常在研究說為什麼... 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 激情過後總要抽一根煙 後來我就研究出一番道理來 那真的是在化解尷尬用的 因為男人是要 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嘛 所以他在想要得到這個女人之前呢 會做出違反他個性的言語跟行為 我好愛你喔 沒有 你不行 即便像我這麼嚴肅的人 我也不能免俗的話 小寶貝 小青青什麼... 終於如願了 我得逞了 得逞完之後 突然 我剛剛怎麼了 我剛剛怎麼會幹那種事情 完全跟我個性截然不同 然後加上看旁邊這個女的 我想可能會離開他 那跟他就無言了嘛 沒有語言了嘛 最佳的化解尷尬 天殺的尷尬的方式呢 就是抽一根煙 然後你就邊抽邊思考怎麼樣 找什麼理由來離開他 故作鎮定耶 你為什麼不趁他昏睡的時候 就走掉算了呢 男女不太一樣 男生是坐完之後會想昏睡啦 但女生奇怪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坐完之後抱你之後 我覺得很黏 你根本刪成肉啊 好膩 他這種外型還又憑... 對 他憑什麼講話 我不拿煙燙你 你還不夠你把他那種囂張心 還是拿九根 戒巴 還是有人害他啊 有一點男生最讓我害怕的 就是吵架的時候啊 譬如說已經吵到一個段落 然後男生就會說 你知不知道 那我們已經心情不好 我們就會說... 他就會說 什麼叫... 知道就說知道 你以為你是官長啊 對 真的 誰會生氣的還會說 知道 視著觀察 變態喔 男生都好變態喔 你們真的有這樣子嗎 會啦 你們會叫女生說知道 不要說... 因為妳說 嗯... 知道還是不知道 對 你真的... 我最會這句話 你把珍珍娶到了以後 你就決定說 你再也不會在婚姻上面有變動 婚姻不會有變動 可是外遇不斷 那逢場作戲不是什麼那個... 那個... 沒有真愛的關係 對 也沒有什麼 這逢場作戲好奇嘛 好奇 你怎麼說 你講得比較好 現在有沒有新的對象 你說沒有 沒有啊 但是徐小可一直點頭耶 我不知道是誰 我不知道那個女生是誰 對 但是就是她有跟女生 一起去看電影 也被我看到 電影沒什麼啦 可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兩個人是曖昧的 所以她跟王苡萍 是同時存在在你心中 然後因為王苡萍拒絕 你才追她的嗎 沒有 真的就... 本來就認識吧 所以她是二號人選 好... 為什麼 有備胎不行嗎 不是 那個女生聽到作何感想 可是因為 男生總要有幾個備選的啊 可是每個女生都希望 自己是No.1啊 誰要當No.2啊 那妳No.1又不答應 妳當什麼No.1 可是妳如果得志的是 她追不到那個女的才來追我 那妳先生那時候不娶妳 說不定也有八個備選 她沒有 是No.1 她整個都打壞 妳怎麼會這樣 妳怎麼會這樣 兩種... 男生有備胎有錯嗎 我覺得...我讚懂她耶 對 我覺得這樣沒錯 她就同時追幾個 然後這個沒追到 她當然是追別的 而且妳知道嗎 有時候往往第二名後來居上 變成 妳們都這麼怕 她居上還夠了嗎 她不夠 不是啊 她這樣沒有錯啊 對不對 因為她明明是互相的 講她明明就不會說主人了吧 對啊 對啊 第一任男朋友我也是 就是花錢 也是貸款啊 然後辦信用卡 然後用啊 然後到最後我就說 難道妳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事後都是要負責任 然後解決的嗎 她說 那早知道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妳這樣講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說妳自己去解決就好 妳該不會還有被打完之後 然後她哭著說 我真的只是一時衝動 對 而且我就說 我動手了 我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是醉 對 我不想活了 真的有被打 賞巴掌嗎 還是... 就推啊 然後就... 妳是第一名 妳知道女生皮薄嗎 而且都會忍受啊 推完就算了 妳也被推 我被推 而且那個男的很過分 是他交很多個女朋友 他會當著我的面 跟另外一個女生請 小媽媽 衝鋒槍可以訂囉 對嘛 這樣還當到媽咪的時候 會不會因此就比較冷淡一點 我覺得要溝通耶 其實因為我覺得 如果媽媽越保護得好的話 小朋友反而會偷偷做 越偷偷做 他越受傷的話 他越不敢講 所以裝開明是不是 對 要裝開明 當朋友聊天 其實... 可是我覺得很怕有一天 如果我的女兒帶了一個 就是妳看她就是一個太... 對 就是混混這種 妳怎麼辦 我覺得裝開明的同時 就是滅陰手箱也是要購買的 不要亂講 因為如果說 她說話好真的 把她最槍掉好像 跟鞋子的膝蓋嘛 不一定要抓 不要亂講 後來變那麼好 你們彼此的男女朋友 不會介意嗎 多少會有啦 但是就是要先講清楚 這個... 看一層說 她有為了交習女朋友的度火 就是特別讓戴琳 跟她女朋友認識 才平息了這個事情 就是妳知道女生看 彼此的那個眼神 因為妳一直死吧 來旁邊不放 我沒有 她也有約我喔 那就是更討人厭了 對啊 而且為什麼她的心事 要跟你講 不跟她的女朋友講 因為有些是跟另一半講 其實不好講 好啦 真的 等一下感情怎麼開 對現在怎麼介入的就是 當時人很喜歡講說 妳知道我有多不快樂嗎 就是我女朋友都不了解我 我跟你講 女人最恨這一種 我老婆都不知道我的心情 妳才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 對 然後帶來妳就要說 妳是怎樣 不是 妳要哭 妳為什麼要被抽上妳 然後把妳講 是嗎 因為有了這樣子 我失戀的時候還滿低潮的 她是搖頭娃娃嗎 她頭一直在這樣 妳這樣講故事會比較累喔 就是妳要一直有那個嘴型的話 沒關係啊 什麼類似 就是因為那時候失戀滿低潮的 然後我那時候最好的女生陪我 她只要跟她男朋友出去 我都說我也要等 不然我好可憐喔 都沒有人陪我 然後後來就久而久之三能行 沒有... 先拿進來的 要不要我會看我自己的 女兒活裡的發音應該是 我好可憐那四個字 每一句 每一個字 因為她的代表像說共鳴之外 她還有一點哭腔在這裡 對 然後可憐 對 久而久之三能行 同行之後 突然發現她男朋友 在餵她女朋友吃飯的時候 也會餵我順便吃 然後夾了菜 餵... 對 她就說... 她就大家好朋友啊 妳說粥這樣往天空泡 不然怎麼可能同行餵兩個人 不是 因為沒事... 餵真的是不合理啊 對 她就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對 因為她可能在裝可憐 那男生就會覺得說 那餵妳也吃一口這樣 對 她就說 然後妳吃了 我就吃 為什麼不吃 我知道妳的招數一定是 她在餵她女朋友的時候 妳就在旁邊哭說 都沒有人餵我 然後她就要趕快講話 她一定會說好好喔 所以妳 爛套 所以妳是不是吃戀中的人 會覺得說 與其讓人家也幸福 不如大家都散了 是吧 還不錯啊 這樣 真的好邪惡 我的天啊 真的嗎 會邪惡嗎 因為可以懂啊 就她看不得人家好啊 如果說是自己的好朋友 怎麼會要做這種 讓人家誤會的事情啊 可是男生就不是個好人啊 那妳不能用這種方式試探他啊 因為妳這樣同時也傷害了 自己的好朋友啊 還是說妳跟她根本不好 只是表面上的姐妹 不好啊 我是幫她辯視好男人喔 好男人就不會這樣對我 好男人 真的沒有道理嗎 她用自己去測試這個男生 可不可靠耶 不需要自己去測試 她要怎麼測試 妳可以跟姐妹她要聊 但是妳不能親身去做 因為這樣如果是我的話 就想說妳是在勾引她 無論如何 會有陰影 對 馬國賢真的很變態 她是戀場的漂亮 我跟妳講話 妳不會看坐我前面啊 那妳去坐那邊啊 對啊 我跟妳講 馬國賢要求的就是 她是22歲以下 只要超過22歲 她就覺得是老女人 好可憐喔 所以妳覺得25歲是怎麼評價 25歲 現在目前對我來說 會稍微比較長一點 妳是誰啊 妳是誰啊 她有戀童癖 你們相信喔 而且又很好嗎 因為最主要是我覺得說 要讓自己維持在一個 年輕的心態 妳要多跟年輕人相處在一起 25不老啊 25歲很年輕啊 那敢問30歲 對妳來說是什麼 阿姨 就老大母啊 對啊 你看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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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誰 我跟妳講 小S 我現在一定要跳出來 妳知道嗎 馬國賢這個人有多壞 她就是那種會講說 妳知道世界上三種東西最慘 沒有啊 基本上23 24已經是緊繃囉 25她已經覺得她委屈囉 真的耶 好妙戀喔 所以你們說是不是 她是不是戀童癖 我沒有再說她壞話 我說是真的 因為我們是整直 要罵她就好 不用罵她就好 沒有啦